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在朋友和同事的眼里啊 他就是一个让人暖心很舒服的人 行事得体推挤及人 也不会什么高高在上 他主持节目呢 经常是以情动人 流泪和煽情是他典型的标志 不过这几年呢 这种风格却被一些个争议呢 纠缠着 特别是2011年 倪平领了一个共和国几两奖 这是一个山寨的这个道德品奖 这就引发了多方的质疑 文章就说呀 在属于倪大姐的那个时代呀 这个标准是比较简单 整齐划一 可是到了现在 时过境迁了 它符合传统的好人标准 但当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登台的时候呢 只想做一个老好人 恐怕就达不到所有人的期待了 那就有争议了 接下来说另外一位 赵本山想要概括他的形象啊 其实是蛮难的啊 从1990年登上春晚舞台开始 那赵本山是年年上台呀 也贡献了很多经典的段子 不过呀 2014年 曾经风光无限的赵本山 一下子呢 成了整个中国文艺界最郁闷的人啊 除了各种传闻之外 他的作品也受到了很多的质疑 有评论就说说这个赵本山的小品啊 不尊重人 缺乏时代精神 缺乏时代道德 也缺乏时代之美 有专家就表示啊 说对赵本山小品的评价 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也不妨呢 把它作为社会心态变化的一个标志 人们走向理性 文明了 赵本山的小品呢 又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这背后暗含的呢 恰恰是中国人的精神境界 审美能力道德水平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好 接下来说另外一位大画家 吴冠冲 他被看作是孤独的清醒者 去年文艺座谈会之后 人们对文化界的一些不良现象啊 进行反思 吴冠冲 虽然已经去世了 但他好几年前说过的一句话 又被人提了起来 他曾经说 说这个美协画院呢 是一群不下单的鸡 那批评的呢 就是艺术界和那官商勾勾搭搭的现象 这个话呀 当时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你像有不少的领导啊 不少的艺术家呀 评论家呀 都对他进行了还击啊 可是现在呢 有媒体就报道说呀 说反腐将扩大到文艺圈 这正说明了吴冠冲 他当时的先见与感言 我们回到方面 一谈争议者 他们当中 有些人的争议呢 是因为领先于时代 承受着先行者的落寞 可是有些人的成功啊 也是因为机缘巧合 踩到了当时时代的古典 也因为时代节奏的变换 而又归于成绩 他们是艺术界的争议者 也是时代变换的亲历者 从他们的身上啊 我们看到的是 社会向前的印记 好 接下来说一说 发生在上海的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宝马车遇到红灯时 压过了停车线 被执行交警啊 及时纠正 这信号灯变绿的时候呢 这司机啊 想加塞 就从执行道呢 转路到了左拐弯道 企图啊 转弯 又被交警叫停 就在交警上前 再次和司机沟通的时候 这车呢 突然加速 带到交警 最终啊 执行交警 因伤势过重 不幸 以生殉职 而这司机孙某 也因涉嫌故意伤害罪 被刑拘 事故发生后 相信很多人呢 感到既震惊又熟悉 震惊的是 以此为归 一点点情绪 就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悲剧 熟悉的呀 这司机的举动 好像时时刻刻 也发生在咱们的身边 甚至就是我们自己 这些司机的身上 那就是所谓的加塞 在国人众多的驾驶陋席当中 这个加塞呀 想必是最习以为常 也是最让人反感的 你想有交警部门 就做过一项调查 这个路口违规变道 加塞是被评为最令人讨厌的交通恶习 而在城区发生的车辆碰差呀 这个事故当中啊 有百分之六十多 都是由这个加塞呀 引起的 有人还特地总结出了一门 这个加塞的心理学 把这加塞呢 分为这么好几种啊 一呢 是技术型加塞 就仗着你的 车好 技术好 看见一点点空子啊 就转过去 特别是如果副驾驶上做了一个女朋友 一个美女 那更是想要炫下他的车技 这样的司机啊 最招人恨了 还有一种呢 那是被动型加塞 自己呢 是新手 或者是外地来的车啊 这个不太熟悉 这个城区的路况 到了路口啊 突然发现该拐弯了 可是你走到了执行道 硬生生的就变过来 对这些个人呢 虽然说路芒不是你的错 但你强行变道 那就不对了 还有一种呢 应该叫做从重型加塞啊 本来你在车流当中 规规矩矩 老老实实 是排了半天队 却被另外一辆车啊 到你前面 加塞 插在你前面 相信碰到谁 都会有点恨啊 于是呢 心里就憋了一口气 你加我的塞 我就加你的塞 就这样呢 你来我往的较劲呢 就被动的加入到了 加塞的大军当中 要知道啊 一辆车的加塞 往往会影响到后边 七八辆车的通行 大大降低道路的通行效率啊 加塞 也因此呢 被称为是堵车的根源 对于让人生物痛绝的这个加塞啊 很多城市呢 开展过专门的这个拔塞行动 一天下来呢 能发现上千名的司机啊 犯规啊 人家呢 这个好像还有一些理由呢 说别人都这样 那我也就这样了啊 记得电影太炯的这个开篇啊 徐征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是坐立不安 不停的催司机啊 你便道啊 你超车啊 说这边有空 这边有空 你快开上去 这司机呢 无动于衷 说淡定淡定 徐徐就抱怨啊 说他泰国呀 争赌啊 司机就讽刺说 你们北京耿赌啊 你们中国人什么都要快呀 这一次呢 也是因为加塞啊 就发生了这个让人痛心的悲剧 加一次塞 就相当于玩了一次命啊 法律的惩罚 虽然是必不可少 但是呢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应该检讨检讨 咱自己曾经添过的赌信 有一位校长走进了大家的视线啊 前不久 广西河池市都安高中校长莫正高因病失事 有上千名的学生和亲朋啊 前来悼念整个县的花圈都卖断货了 新华大学也特地发函调宴啊 同学们呢 还在教室里为校长呢 举行了三分钟的默挨 你看一所普通高中校长的去世 他为何会如此牵动人心呢 原来啊 当地是属于国家企业扶贫开发工作重点线 这学校里的大部分的学生 家庭情况呢 都比较的贫困 每到假期 这莫校长啊 就在学校企业和贫困生家里啊 来来回回的跑 在近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这校长用自己的工资 以及他筹集到的三千多万善款 帮助到近两万名贫困学生 圆了大学梦 让姚山的儿女啊 走出了大山 他因此呢 被吹为是化圆校长 乞讨校长 同学们呢 则称他为校长爸爸 不过人们在感叹 莫校长的所作所为的时候 也不得不反思 为什么这么多贫困学生的上学的担子 会压在校长的身上 从2012年开始 我们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呢 就已经达到了GDP的4% 但这4%的资金 究竟都投到哪去了呢 有多少是井上添花 又有多少在雪中送炭呢 就在前不久 教育部也承认 2014年 确实有一千多亿教育的经费啊 没有花出去 你看 一边是学校缺钱 一边呢 钱花不出去 化圆校长的去世之痛 痛定思痛 是痛何如宅 接下来 新事体周刊文章标题 自主招博士 今年 对一些热爱学术 想攻读博士的人来说 那真是有一个好消息 说博士生招路啊 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北大清华等七十所这个高校呢 将实行申请审核的博士招生制 不用考试 特别是不用考英语了 由你自己提出读博的申请 递交个人的字数和研究计划 公开发表的论文情况 包括你的科研成果等等 这么一来 就把招生权交给了导师团队 他更注重专业兴趣和这个你真正的科研能力的考察 那也是国际名校的一些个通行的做法 当前咱们这个在校博士生呢 已经达到了三十来万啊 是连续多年了 文居世界第一 但科研成果呢 却没有同步增加呀 用中华博士会会长的话来说 博士生数量的激增还是掩盖不了速成滥造的窘迫 当前的博士招路呢 基本上跟那个大学本科招生差不多啊 以考试为主 这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 会动手的人就赶不上的真正会考试的人 招博士呢 有点像这个博乐相马啊 如果没有导师去相马啊 仍然是照搬这个本科考试的那个老办法 看似啊公平公正 其实呢 很难选到真正的专才 你只能选到一些个平庸的考试的人才 因此啊 招考博士就应该给这个导师们来放权 当然了 也有人就担心 申请审核制 他没有统一考试 没有一个看得见的一个标准 他会不会给走后门走关系留出空间呢 要我说 博士招录取消考试 这其实啊 对咱博士教育改革来说 也是一次大考啊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南方人物周刊 文章标题 环保局长和他的雾霾之城 狼王是环保局的副局长李春元 写过一本小说 叫买来了 这小说呀 尽管有一些魔幻现实主义的细节 像什么雾霾天 司机都看不到红灯了 遛狗的人会牵错了狗 不过呢 这小说呀 它并不是针对普通小说读者的书 它当中有大量的论述 有详细致埋的方略解读 因此呢 这小说在环保系统的影响是很大 还在准备加印的 已经卖了一万多车了哈 这李春元就说了 他的这本书啊 不艺术它更偏实用 更像是环保的教材 好 接下来三联生活周刊文章标题 威廉童话 如果要问谁最接近童话当中完美的王子形象 那必定是这个威廉王子 在一次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排名榜当中 这威廉王子啊 名列呃 仅仅是美国总统奥巴马 由此可见 这王子的影响力 对于这个英国王室来说 这个威廉王子啊 更像是一个拯救者啊 丹安娜王妃的去世 特别是英国情报机构 涉嫌制造那一场车祸这样的传闻呢 让英国皇室的这个声誉呢 一度跌至谷底 威廉王子呢 就像是一记温润的良药 以四世同堂 其乐融融的场面 就渐渐抚平了皇室形象的伤痕 最关键的是 他和凯特王妃的婚姻啊 很像是那个童话的结尾 王子公主 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咱们也有公主 好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板块 杂志图片 湖南父子利用被救材料造变形金刚 是大卖特卖 这变形金刚啊 威力也很强大哟 一架飞机开进到加油站来加油 那天上飞的和地上跑的是一样 得吃饱啊 学生们课间开练足球操 这足球真的踢进校园了 长沙十九天 就建成了五十七层的钢结构大楼 这盖楼啊 有点像搭吉木了 哎 前不久 广东梅州五华县华阳正的领导 去这个福利院呢 慰问老人 这是好事吧 人间有争情吗 不过呢 后来这事啊 却引发了一阵吐槽 这政府官网的照片一登出来 大伙呢 傻眼了 那问问物资啊 明显就是批上去的 PS上去的 咱们也来看一看这图片啊 打野这么一看 最显眼的 就是那几大麻袋的慰问瓶啊 看上去啊 那是代代暖人心啊 可再仔细一瞅 几袋子水果 都没有着地 在那扶着呢 有人就说 你批也就算了吧 批的那水平还那么畅 那是侮辱大家来找茬的能力啊 这些年来 这PS技术 在这个领域啊 那算是必不可少了 你看那县领导啊 被批了 悬浮在马路上啊 视察工作 师领导被批了 悬空 看望百岁老人 如今呢 连这个慰问物资啊 他都要批一下 这一出一出的闹剧 让人是哭笑不多呀 其实 大家之所以这么喜欢玩这个早茶的游戏啊 还真不是单纯 为这个摄影师的PS这个技术啊 来着急 大家真正关心的是这PS背后的真相 领导 你到底有没有去视察 有没有去慰问老人 有没有真的给福利院带去慰问品 如果是为了所谓的温度 弄一些假照片假动作 那才真叫人更寒心呢 领导慰问照PS 有图 但我们更需要的是真相 接下来看南风窗文章标题 一千多万黑户怎么办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全国呀 至少有一千多万的黑户啊 没有户口啊 这些人 在农村 有人因为超生 非婚生育 就成了黑户 在城里呢 有人因为上大学 成了黑户 你比如 在广东河南 有将近百分之一十五的这个大学生啊 毕业之后呢 找不到户口档案了 就成了黑户啊 当然了 大学生黑户的漂白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就是要费钱吗 费时间吗 费力吗 文章 以一位大学生为例 老家呢 是广西他呢 来河南 读大学 毕业后呢 又跑到广州去上班 一个没留神就成了黑户 为了漂白身份 他在这三个地方啊 跑了十三趟历时十个月花了一万多 终于呢 拿回了自己的合法的身份 对于很多农村的黑户来说 你想要漂白 那就比较难了 因为没有户口 他们就成了社会的边缘人 不能上学 没有社保 甚至连出门坐车都困难 因为没有身份证 你火车票都买不了 有专家就表示 应该将户口所承载的利益分配功能啊 给他剥离出来 当前所有的证明 包括什么 这个准生证啊 出生证啊 身份证啊 赞助证啊 未婚证啊 流动人口证啊 健康证啊 失业证啊 等等 都离不开这个户口啊 对于某些部门来说 各种证明 是为了管理方便的需要 但是有些个非人性化的政策设计啊 复杂的办理手续啊 就使得普通市民 不得不为了厌民正生 付出大量的人力 物力财力和时间 所以要我说呀 面对一千多万的黑户啊 就需要咱呢 通过制度改革 来给他们洗牌 好 来看最新一期的这个博客天下文章标题 彼得蒂尔反对的每一件事 都正在中国发生 这彼得蒂尔是谁呢 他呀 是美国硅谷的一个著名帮派的教父 什么帮啊 叫贝宝帮 他创立了一个电子商务支付公司 叫贝宝 从这个贝宝走出去的人啊 又各自纷纷创业 其中就包括你看 特斯拉的总裁 马斯克 还有 U2的创始人 陈世俊 他们也组成了一个叫什么 叫贝宝帮 这彼得蒂尔呢 就是这帮派的教父了 简单一点说 他算得上是硅谷大佬们的大佬 这彼得蒂尔的投资理念 都是与众不同啊 他投资的项目都是什么 对抗衰老啊探索外太空之类的 很科幻 有媒体就评论说 他的投资 与其说是为了赚钱 还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他自己一个人的乌托邦梦想 前不久 这彼得蒂尔呢 出了一本书 叫从零到一 为了宣传这个书啊 他还来到中国演讲 受到了科技界的热捧 书里呢 提出了一个非主流的观点 他说反对竞争鼓励创新的垄断啊 你想啊 从零到一既是一种创新 那也是一种垄断的 另外他还反对铺赛这个道士的这个投资啊 一年呢只投那么三到五个项目 不过他所反对的恰恰都是眼下在中国发生的 你看啊 咱中国互联网界都习惯了同质化的竞争 一个好东西出来啊啊 一群人就山寨啊 模仿啊 跟风啊 投资人呢 就到处找风口 一个月啊 投他个好几十个项目 这恰恰是彼得反对的 所以啊 这彼得蒂尔宣传的新书叫什么呢 从零到一 而咱们正在做的呢 可能有点像是从一到恩呢 接下来读天下文章标题 年画建成收藏新宠 年画那可是历史悠久啊 据说在这个这个汉代就有年画了 那到了宋朝流行起了木板年画 现存最早的年画就是宋版的 画的呢 是王昭君赵飞燕这个美女啊 这个到了现在呀 各种过年的习俗呢 都被简化了 大家倒是还贴这个春天 可是天年画的呢 哎呦 已经很少了啊 几年前啊 倒是这个陕西的周正龙 那假老虎啊 周老虎事件 让这个老虎年画出了一次名 他说他拍的那个 华南虎的照片 其实是从这个年画上剪下来的 不过呀 尽管年画作为一种民俗 已经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可是到了这个收藏市场 这年画呢 却逐渐受到了关注 因为这个年画呀 是一年一换的 所以他除了这个美学价值外呢 他还有历史的价值 真的是值得收藏 你看一张普通的年画 买的时候顶多几毛钱 到了现在呀 最少上千块 如果是年画四大家 天津杨柳青 苏州桃花屋 山东围绑还有四川的棉竹 四大家 他们出品的呢 那价格就更高了 那么什么样的年画 最值得收藏呢 首先就是那些个老木板年画 这一类的年画呀 它的存量已经很少了 艺术含量高 所以呢 最受追捧 不过真正的这个 明末清除的年画 是极尽绝肌呀 民国的导师偶尔能看到 价格也不低 另外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那个五六十年代的年画呢 有不少 但是大师级的作品啊 什么黎可燃啊 谢之光这些名家 都曾经画过年画 你看啊 年画 那真是前脚退出了年俗 后脚呢 又走进了收藏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南都娱乐周刊文章标题 平凡的世界 你看到了情怀 我看到了颜值 这么一部根据 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说开播的当天 就登上了话题榜的榜首 像潘石屹就说了 每天晚上看完这个平凡的世界 都要大哭一场 因为自己跟那个主人公的 命运那太像了 虽然电视剧的关注度很高 但收视呢 好像也不是特别高啊 它形成了一种什么呢 有话题 无收视的尴尬局面 杂志调查就发现 这部剧啊 在80后和90后 这些个关剧人群当中啊 就遇到了冰火两重天 平凡的世界 是众多啊 这个80后成长的符号 主人公邵安邵平 这兄弟俩的奋斗故事呢 是无数80后70后读者啊 他少年时代的励志经典 现如今 这80后尚未老去 却呢 也不再年轻啊 看着带有少年时代记忆的 这个电视剧呢 自然是感慨万千 另外 在庙堂大剧 抗日神剧 宫斗剧 偶像剧充斥的当下 好在啊 这导演 没把这小说 拍成来自星星的你啊 没有拍成什么 有什么摇动 共心计 这电视剧呢 反倒因为他的真实和平淡 却显得更加的走心 在重颜值 轻剧情 重口味 轻情怀的国产剧当中 这平凡的世界 也算得上是一枚安静的美男子 就收到了80后们的赞许 不过90后对他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评价 很简单 很粗暴 说看这个剧啊 就是奔着佟丽亚和袁洪来的 在他们的眼里啊 这就是一部颜值很高的农村偶像剧 因为平时爱看的呢 都是那些个霸道总裁和小白兔的剧情 是那些不打不相识 相爱又相杀的虐恋 所以呢 一看这个平凡的世界啊 太过遥远 太过真实 太过平淡 就无法引起这个共鸣 平凡的世界 你看到情缓 我看到了颜值 这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区别 也真是蛮大的哈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一读文章标题 真的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早睡早起 相信每一个晚睡的人啊 都曾经遇到过危追堵截 你看啊 领导天天电话要催你起床上班 这爸妈天天要唠叨 你生活不能自理啊 朋友圈里呢 天天在转这个什么 熬夜的危害呀 是自杀呀 什么肥胖啊 激励衰退呀 长痘子啊 各种助免帖 各是多到刷一整夜 你都刷不完 不过 还是有人在挣扎着咆哮 说我真的是睡不着啊 莫非晚睡 真的就是某些人的天性 今天呢 咱们就给那些个被围攻的晚睡族啊 来一个存在既合理的理由 你看纽约克杂志啊 在今年二月份呢 他就给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啊 蛮颠覆的啊 说实际上有将近40%的人呢 是真心不适合早睡早起啊 按照这个生物节律呢 人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啊 这个早上容易兴奋的人和什么呢 晚上特别兴奋的人啊 也就是咱们说的早起鸟和夜猫子啊 早起鸟啊 他在早晨啊 他自控力比较高 而这个夜猫子呢 恰恰就在晚上更有创造力啊 人体的睡眠机制啊 它是双系统的啊 一套是调控睡眠需求的这个睡眠内稳态啊 它是决定你的活跃时间 究竟是早晨呢 还是晚上 还有一套系统 那就是咱们的耳熟能详的那个什么生物中啊 如果这两套系统能和谐运行 那就说明你有固定的睡眠时间 工作效率呢也高 可是如果这两套系统不一样打起了下来 那就坏了哦 可能身体已经困得不行 那生物中呢 却淡定的告诉你 少年该起床了 起呗 可是你一天就在浑浑恶中度过呀 那为什么会有早起鸟和这个叶猫子之风啊 这科学家就说了 别怨天游人啊 都是基因决定的 没办法治 不过咱也曾经听过这么一个论调 说叶猫子的智商啊 它貌似比较高 所以有人呢 哎 故意扮猫 故意晚睡 等着财思如全涌的那一瞬间来呀 可文章就说了啊 晚睡就能变聪明吗 非也啊 只是聪明人睡得晚而已啊 所以 为了提高智商 而故意晚睡 恰恰暴露了你的智商哦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几个瑞词 第一个排浪式消费啊 就是说啊 在消费的时候呢 从众的现象很严重 没有创新点 你看到别人买什么 就跟着去买啊 也不管到底啊 需要不需要 有数据统计 2014年中国境外消费 已经超过一万亿人民币 这数字啊 听起来很惊人 其中呢 很多钱都花在了购买同一件产品上 你比如去法国 那就是买香水 到了律师呢 就都买手表 到了日本呢 都买马桶盖 成千上万的人都飘洋过海 买同样的东西 这貌似啊 不正常啊 下一个瑞词 奶酪恐惧症 这病呢 还真稀奇啊 这说的是瑞典的一个女孩 她只要一看到奶酪 或者是闻到了奶酪的味道 就止不住的哭 为什么呢 因为她有奶酪恐惧症 据说呀 她看不到别人吃呢 即使看到电视里播放这样的画面 也觉得恐怖 就跟小伙子谈恋爱的时候呢 也因为对方啊 吃了这个奶酪 就分手了 奶酪恐惧症 奶酪知道这么着嫌弃 她也会哭啊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展明天中午啊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